哇塞 胖女儿 这是什么呀 是啊 看着好好玩啊 还可以夹手 这个呀 是我自制的折纸小陷阱 折纸小陷阱 折纸小陷阱啊 让我玩一个呗 这我 演一个 诶 还真抓住了 我也试试 诶 我也抓住了 这也太好玩了吧 要不然我教你们的还不错吧 算好了 咱们一起玩 好啊 来 用小卡丝就行了 给你 用你的 第一步 咱们需要把小材质 折成米字形 哦 米字形 米字形折好以后 咱们拔纸打开 然后把它折成正方形 这个拔怎样 这个更简单 好了 胖妞 接下来呢 接下来咱们找出开口的那一端 然后折出四个小三角形 折好之后 咱们把纸全部都打开 然后拿出剪刀 卷一下 哦 这包包包 哦 这包包包 哦 这包包包 现在呢 咱们把纸反过来 沾纸线再次折成三角形 哦 好 哦 好 哎 我要折得整齐一点 哈哈哈哈 这折完之后有点像飞标 没错 不过呀 我们的陷阱 马上就做好了 折好以后再次把纸反过来 然后向上折 哇 现金已经完成了 你能长这样的呀 哎 现在还不行呢 这样的爪子呀 不够抓手 我们需要再把爪子重新折一下 哦 这样折 好好好 完成了 看看 我也是 我要试一下我的陷阱怎么样 你看 扎的可结实的 是啊 我试试我的 嘿嘿嘿 我的也看起来了 胖子你看 我的呀 比你们的都结实啊 浩妞儿 你这个迷你折一顶啊 太好玩了 是啊 那当然了 咱们多折几个吧 行 好 我要折个黄色的 我要折个蓝色的 折个蓝色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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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个蓝色的